還記得嗎 八月底國際使用涉及聯盟iPSC在印尼舉辦比賽 當時就傳出來是有中國選手在現場試圖要拆掉台灣國旗 而當時鬧事的選手呢 最後是被取消資格的 只是沒想到現在iPSC卻遭到了國際奧會施壓 要求台灣在未來想參賽 就只能使用中華台北 快速跑動 靠動板機瞄準把心 一發打過一發 在各式地形穿梭 考驗選手的靈活還有穩定性 台灣涉及好手 賽事為台灣爭光 現在卻傳出未來的比賽 台灣國旗將不能夠再出現了 進入奧運的話 它需要你這個會員國內 都符合IOC的規定 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再用Republic of China 中華民國 甚至這面旗 我們必須要用Chinese Taipei 中華台北的梅華旗 國際使用涉及聯盟iPSC 是世界最大涉及運動協會 過去我國好手參賽 據國旗台灣名義 但自從iPSC成為國際正式體育組織之後 可能納入奧運比賽項目 國際奧會就向iPSC施壓 未來的賽事 台灣就得配合奧運比賽 只能使用Chinese Taipei 連帶奧運以外的賽事 也通通不准看見台灣 從一開始就讓我們使用台灣這個名稱 那也使用我們國旗 這24年來在官方網站上 一直都是用中華民國國旗 以及台灣的這個名義去參賽 所以今天我們為了步入更高的殿堂 勢必得做出一些犧牲 其實早在今年8月時 印尼舉行的iPSC奧亞射擊競標賽 就發生有中國隊員 槍多掛在旗桿上的中華民國國旗 台灣選手勝前赫斥才肯歸還 如今局勢演變 未來國際上比賽 連國旗都將不能夠再出現 台灣選手失望落寞 批評中國的無情打壓 記者陳立國環赴高雄報導